六頁的水塘練習第2題講了嗎 還沒講 好 我們今天就從這一題開始 他要你去解這個二次不等次對不對 來同學請你抬頭看這邊 解這個不等次呢 首先你要考慮的是什麼 你要先移向 把所有的東西呢都丟到同一邊 請問我現在是要把左邊的東西 通通丟到右邊 還是把右邊的這個S平方 搬到左邊呢 當然是把左邊這兩個東西把它 搬過去嘛對不對 啊為什麼呢 他可以寫成這樣喔 S平方 減掉多少 5倍的X 再 再怎麼樣 再減3 啊這裡要寫什麼 小於等於0 對吧 啊為什麼要這樣寫 我們特本建議我們引入Y坐標 令Y等於這個東西 把它從代數模式 切換到幾何模式 我們在高一的階段很依賴圖形來處理這種不等次的問題喔 如果你令它等於Y請問這是一個開口朝哪裡的泡物線 開口朝上的泡物線對不對 來仔細看喔 他問說到底哪些X 經過這台函數機器的運算之後 跑出來的Y坐標會小於等於0 請請你把那些X把它收集起來 所形成的範圍 對吧 成為這個不等次的結合 對吧 欸知道我在講什麼 他說小於等於0喔 等一下我們要找什麼區 來來來講話講話 欸小於等於0 我們要找負號區 來怎麼可以聊天啊 負號區跟什麼區 跟等號區啊 欸這個單元簡單喔 但是你就要好好學嘛 對不對 到底哪些X丟進這台機器之後 出來的Y坐標會小於或等於0 我們把那些X通通收集起來 這樣可以嗎 這個稱為我們的幾集合 我們待會要找負號區跟等號區 那重點在於畫圖喔 要畫這個圖 郭忠老師他會一定跟你說怎麼樣呢 呃 我們先來看判疑一次 我們課本也是這麼教 來判疑四是誰呢 B平方 負的平方 減掉4 乘以 你的A是誰 1 你的C是誰 負3 3 來請問這個算出來是多長 25加12 37 欸判別是大於0 反應在圖形的特徵上 代表這個拋路線跟X軸有 兩個相異的焦點 對不對 把過程寫清楚 代表你的圖形 綠M軸有呢 綠M軸有呢 綠M軸 有兩個焦點 來有兩個焦點 高一學的東西就是這麼樸實無華 對吧 開口朝上的拋路線跟A軸兩個焦點 來 你把圖畫出來 告訴我 你的正號區在哪裡 大魚在兩邊 小魚在中間 對不對 你的正號區在這個地方 這是你的正號區 集中在兩根中間 這個地方喔 每一個點的Y座標都是負的 這是你的負號區 來 這邊又是正號區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們現在到底要做什麼 我們現在當然是要把它的S結句把它找出來 對不對 解不等式就是解等式 就是解方程式 你當然要先找出它的S結句喔 這兩個點啊 它的座標是多少 你是不是應該先把它找出來 我們來解解看喔 我寫這邊喔 S平方 解5x-3 十字交成可不可以 十字交成恐怕是不行 對不對 這個數據的設計 十字交成不行 來 那你告訴我 十字交成不行 應該用什麼解 公式解 公式解 加減 加減 更號 判別式 我們判別式剛才有沒有算出來 有 判別式算出來是誰 37啊 對不對 判別式大於0嗎 欠分解 它一定可以分解出兩個一次音式 這是根據音式定理來的 對不對 來 我們把它兩個根寫上去 2分之5加根號37 然後左邊這裡去 2分之5-根號37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只要一寫出來 你就準備寫答案 他說要找負號區或等號區喔 那你告訴我 你最後答案要怎麼寫 負號區我要 等號區我也要 這兩個區域 你最後的範圍要取什麼機 我都要啊 是要取連幾喔 最後答案要怎麼寫 最後答案就從左邊開始寫 2分之5-根號37 小於等於x 小於等於2分之5加根號37 這樣可以嗎 唉唷 周學你看看 知不知道我們在寫什麼 其實這很簡單嘛 你有沒有發現我們課本在這邊 他都強調說 只要你能夠畫圖 就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 他都是用幾何手法去處理 對不對 他都像平方向係數是正的 這樣子能夠保證你的 泡物線開口是向上 大於在兩邊小於在中間 有看到嗎 可以齁 那圖形剛也只有兩個相異的焦點 其實你只要畫圖 然後注意一下 你要找什麼區域就可以寫答案了 到底是哪些x 經過機器的運作之後 出來的y會小於等於0呢 好你去 會小於或等於0 你只要關注他主題的結構就可以了 你只要關注他主題的結構就可以了 好 來我們看下一個題目喔 欸往後翻啊 欸我看看喔 下一個題目是課本第217頁 阿龍來到217 217他一樣要解一個二次不等次喔 來這個二次不等次叫做誰 叫做9倍的s平方 好 欸減6x 加上1 怎麼樣呢 小於等於0 好 我先用課本的解法 來同學你猜課本怎麼做呢 課本說 先例這個叫做y 來跟著想 先例他叫做y 引入y坐標啊 這時候我們就來到幾何模式 對不對 好 引入y坐標之後 我們只要畫圖就可以囉 OK 不過先來思考一下 他說要小於等於0 也就是說 等一下我們要找什麼區啊 負號區跟等號區對不對 沒有關係 我們初學者慢慢來 負號區 跟等號區 跟等號區 OK 好啊這個圖呢 我們的課本是建議你先抓他的判別式 來判別式喔 判別式是b平方 負6的平方 減掉4 來再乘你a a是多少 9 再乘你c 欸請問這個判別式算出來是多少 欸 這判別式算出來是0啊 判別式是0 國中老師就有交過啊 代表這個拋物線跟xo有幾個焦點 一個焦點喔 欸你考試可要寫清楚喔 圖形 due exo 焦於一點 對吧 哇今天禮拜幾啊 今天禮拜三就在 後天就是學測了 這太刺激了 對吧 我們大家都引頸期盼 看那個學測數位今年會怎麼考 大家都很期待 欸真的啊 那個數位今年到底會考出什麼題目呢 啊 看這裡喔 圖形該有一個焦點 你在旁邊就畫個圖嗎 其實數位都很難的 這個數位難度都很高 他現在都考什麼 他現在都考分析 就看你會不會分析問題 會不會拆解問題 啊分析問題學生最不拿手啊 我們的學生最會什麼 背口訣 背公示 然後大量做練習 只會做那種 怎麼說呢 就是很熟悉的題目 看到不熟悉的題目 整個人就慌掉了 不會分析問題 不會拆解問題 這就是我們最大的弱點 好不好 哇大部分學生都一樣啊 就是他都很習慣用固定的套路去解體 對吧 我們看這邊啊 這個開口朝上的拋物線 跟X軸只有一個焦點 它肯定是長這樣喔 來請你把這個東西 圖把它畫出來 你看著這個圖 你就發現一件事情 除了它的頂點 落在X軸之外 頂點的右邊跟頂點的左邊 通通都是什麼區 通通都是正號區 你有發現嗎 在這個頂點的右邊 這裡的X帶進去 我的Y座標都大於0喔 在這個頂點的左邊 這邊的X帶進去 我的Y座標一樣大於0 對吧 我們現在呢 大家都知道 判別是等於0 這個叫欠配方 因為它有相異兩個重根 對吧 不是相異啦 我講錯 它有相等的兩個重根 它是不是重根 重根的話代表說 我舉個例子齁 如果它通過α0.0 對吧 也就代表說 它有兩個相同的十根叫做α 有一個十根α 代表它有一次音式叫做x-多少 α 有一個一次音式叫x-α 它就可以寫成 x-α的什麼 完全平方 對不對 欸 欸 同學 你明白我在講錯嗎 懂嗎 我再講一次喔 相切的時候有重根 兩個根長得一模模一樣樣對不對 只要有一個根叫做α 就會對應到一個一次音式叫x-α 你兩個根都長得一樣 你就會有兩個長得一樣的一次音式 你把它合併起來 它就可以寫成s-α 括號的完全平方 也就是為什麼我們把 判別式等於0這種形態 稱為叫 欠什麼 欠配方 就是這個意思嗎 欸 這個看起來就是欠配方嗎 看好這邊喔 9s平方 減6x加1 來 等於0 解不等式就是解等式對不對 我們看它到底什麼時候等於0啊 其實你知道這個東西 根本就是配成完全平方 來3 怎麼樣 33 這邊是-1-1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一定是變成3x-1 的完全平方 等於0 對不對 欸 我這樣講可以喔 請問你的x是多少 3分之1 對啊 沒有錯啊 來 我們把它寫上去 這一個點 它的x座標 你的x結局就是3分之1 高一的小朋友 用畫圖真的是個很好的策略喔 你只要把圖畫出來 你會發現真的是好簡單喔 欸 畫出圖形之後就準備寫答案囉 以前到我選人說 老師有沒有不用畫圖的做法 有啊 有啊 有有有那種不用畫圖的做法 但是我們現在先學畫圖的做法 好不好 欸 請問你喔 我圖畫出來 你告訴我 它有沒有負號區 沒有啊 你看這圖嗎 你回答我 它有沒有負號區 它根本就沒有負號區喔 不存在這樣子的x 帶進去之後 使得y座標會小於0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對吧 我這個圖形上 沒有任何一個點落在x軸的下面 所以負號區在我這個題目裡面 是不存在的 把負號區後面寫三個字 不存在 我們這個題目並不存在負號區喔 好不好 可是有等候區嗎 有沒有讓它等於0的 有 小於等於0是指小於0或等於0 對不對 有沒有等於0的 有 什麼地方 三分之一 所以這一題最後的答案就怎麼寫呢 這一題你的answer就這樣寫 x等於三分之一 就是你的答案囉 對吧 等號區啊 就x等於三分之一 懂不懂 代數模式跟幾何模式要順暢的切換 這樣好嗎 好 來 這是我們的第217頁 現在請同學翻到218 來慢慢教 這個已經把它教完 218頁 請同學看到我們的隨堂練習 第一題2s0方 A-8x 加11 大於0 OK 你們有沒有發現啊 這種題目怎麼做 同學你說啊 這種題目怎麼做 給點想法 我們課本建議的做法是引入什麼座標 引入y座標 令y等於這一坨東西 2s平方 -8x 加11 然後大於0 來 你寫上去啊 把y座標引進來 題目本來是沒有y的 對吧 題目本來是沒有y的 把y座標引進來 這就變成一個二次函數的問題 到底是哪些x 丟進這一台機器之後 出來的y會大於0呢 我看有些課本 把這個概念稱為叫正號區 那我認為這概念不錯 跟同學分享一下 老師當然你不用把正號區 三個字寫出來啊 我是因為第一次教嘛 所以寫給你看對不對 但這個東西在你心裡面 你知道等一下你要去判斷你的正號區在哪裡 對吧 好 我們來畫圖喔 畫圖之前 用國中的做法 先找判別式 來 判別式 -8的平方 減掉4 乘以 A是dota 2 乘以 C是dota 11 欸 -8的平方 是88 64 減掉 這個428 減掉88 64 減88 是負的多少 24 這顯然小於0 對 欸 可以嗎 欸 同學你看 看別式小於0 國中老師有教 你說圖形跟A軸怎麼樣 A軸畫 圖形跟A軸怎麼樣 沒有焦點啊 沒有焦點啊 好準備畫圖喔 把A軸畫出來 這是個開口向上的發霧線 它跟A軸沒有任何的焦點 那就代表整個發霧線都在A軸的什麼地方 的上面 這種情況 在數學上 我們稱為叫橫什麼 稱為叫橫正 我這邊會講慢一點 你要仔細聽喔 請問什麼東西叫做橫正 橫是什麼意思 橫就是永遠 正就是大於0 橫正就是永遠大於0 請問是誰永遠大於0 是指Y座標永遠大於0 不管X是誰對上去 你的Y座標永遠大於0 這種概念叫橫正 整個X軸都是你的正號區 這樣有聽懂嗎 我把它寫清楚 我把它寫清楚 橫正就是Y座標 橫正就是Y座標 永遠喔 橫就是永遠大於0 OK 不論你的X是誰 你的Y座標永遠都大於0 換句話講 整個X軸都是你的什麼區 都是正號區啊 我還是把它寫下來 整個X軸 整個X軸 其實只要畫圖 一切都好解決 對不對 我們課本就是彩畫圖的策略 整個X軸都是正號區 好 一旦你有圖形的概念之後 你就可以準備要回答 這一題的最終答案 他問你說 請你幫我把正號區找出來 然後你發現 他整個A軸都是正號區 你覺得你答案要怎麼寫 你覺得你答案要怎麼寫 請問那個X的範圍要怎麼寫 就是全體時數啊 所有的時數所形成的集合 這樣好嗎 寫上去喔 有時候我偷懶寫軸體字喔 你考試拜託你寫繁體字好不好 這個全體的體 就是體育的體 寫繁體字好不好 懂不懂我講什麼 使得這個東西Y座標大於0 那些X收集起來所形成的集合 就是整條X軸啊 因為你整個泡物線都在 X軸的上面嘛 管你X帶誰進去 你的Y座標都大於0 這種情況叫恆正 這樣敢聽嗎 對超簡單的喔 你有沒有發現他 你看我解了好幾題 他的套路都是一樣的 有沒有 都是一樣的喔 一年級學的就是這麼簡單 要好好學啊 來我們看下一題 這個慢慢教 把每個細節把他講清楚 不要因為說要期末了 就隨便帶過去 我覺得這樣不太OK 我們這個終究 終極目標是考學測 對吧 來我們看第二題 第二題是什麼 我看一下這個字有點小 S平包 減2根號3 X 然後加上5 小於0 到底哪些X帶進去之後 會讓這頭東西會變成負的 請注意喔 我們用的隆盆版課文 我們告訴你 怎麼做比較簡單呢 他跟你說 請你引入Y坐標 另Y擋這頭東西 對吧 引入Y坐標 切換成幾何模式 他說等一下要找小於0 小於0就是要找什麼去 就是要找負號去囉 考試當然不用把這個寫出來 就是你心裡知道就好 好不好 欸可以齁 我們當然要畫圖囉 畫圖來一樣計算他的判別字 B平方 負二根號3 的平方 減掉四倍的A乘C A是多少呢 A是1喔 C是指常數項 就是5對不對 欸 負二根號3的平方是誰 4乘3 12對吧 減掉4乘5 這是20 12-20 叫做 負八 小於0 欸 判別式小於0 這國中數據喔 OK 判別式小於0 代表這個泡路線跟A走怎麼樣 沒有焦點 再寫一次 圖形與A走 與A走 來 五焦點 好 接著就可以畫圖啦 把A走定出來 這是個開口向上的發露線 對吧 欸 開口向上的發露線喔 平方向係伏是正的 跟A走沒有焦點 那就代表整個發露線都在A走的 上方 這種情況稱為叫橫什麼 橫正啊 整個A走都是我的正號區 對不對 好 OK 沒問題喔 畫個簡單的圖就知道了 他沒有等號區也沒有負號區 整個A走都是正號區 可是這個題目很妙 這個題目說 欸 我要找負號區耶 有沒有X帶進去會讓Y小於0 這種X存在嗎 根本就不存在啊 既然不存在的話 你覺得最後答案你要怎麼寫 要怎麼寫 Ans 來 X怎麼樣 無時速解嗎 寫上去嗎 2次不等式這樣做一點問題都沒有 沒有任何的時速解 好不好 他要找負號區 這裡根本沒負號區啊 整個A走都是他的正號區 對吧 就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 好 哇 二次不等式好像講完了對不對 我看到後面已經沒有體驗了 我們來看一個比較接近學測會考的問題 請同學翻到219頁 欸 翻到219 我把這一題講完差不多就可以下課了 沒必了 219頁 這個題目出得不錯喔 這個題目給他三個讚 欸這個題目大家一起來看喔 這個現在最流行的考試喔 就是類似這樣考 他設計一個情境 把他要找的數學概念包裝起來 他說有一個正方形對不對 等我一下喔 我畫個正方形 哎呦 來正方形是嗎 欸 畫得一點都不像 沒關係 A B C 珠 我們看他要幹嘛 他說這個正方形每邊長度是4 來把它寫上去 每邊長度是4 是嗎 就這樣 再來他又說什麼 在AV線段上 呃 跟VC線段上 各取一個點叫做P跟Q 好 這邊取一個點叫做P 這邊取一個點叫做Q 而且這兩個點在取的時候 還得要怎麼樣 AP線段長度 跟VQ線段長度 這兩段長度還必須一樣 來把它畫起來 這兩個長度還要一樣大喔 不是你想取哪裡就取哪裡的那一種喔 OK 接下來他講什麼 這邊就會創造出一個四邊形叫做PQC珠 你把PQC珠 用詞把它領起來 PQC珠 我看一下喔 PQC珠 好 這樣 他領這個四邊形他要幹嘛 我看一下 他說這個四邊形的面積至少是10 喔這一塊 這一塊 斜線的這一塊 這一塊的面積怎麼樣 要大於等於10 你就把它寫上去嘛 反正知道什麼就寫什麼 對吧 就這樣 這題目就這樣 好再來 我們就令喔 AP線段長度叫做X 好這一段長度 給他一個代號叫做X 這個題目好像就到這邊 求X的範圍 喔我的天喔 欸這個題目該怎麼做呢 欸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先找X的什麼東西 X的天然限制 欸 什麼叫X的天然限制呢 他說令這段長度叫X對不對 X大於0對吧 請問X有沒有天花板 也就是說X能夠超過某個數字嗎 比如說X能不能等於100之類的 不可以 X的上限是DOTA 是喔 好這邊又會出現另外一個細節的問題喔 這邊要寫小於4還是要寫小於等於4 這個等號能不能成立呢 高手對決就差在這種細節對不對 我再強調一次 這個X肯定要大於0 因為它令AP線段長度是X 這題目說的啊 這沒什麼好講的 可是這個X也不能任意大喔 因為你畢竟這個AV線段是AV線段的部分集合對不對 你這個長度一定跟這個長度比起來 這肯定是要比較小 可是你要考慮極端情況 能不能等於4呢 可以等於4 還是不可以等於4 這有時候會影響到你答案的結構 到底可以還是不可以 這裡到底要寫等於4還是要寫小於4 高手的差別就在這邊喔 程度不好的同學可能連這個都看不出來 他還不知道這個X有這一條線字呢 程度好一點的大概知道 他最多最多就是到4 可是這裡到底有沒有等號呢 來 你說啊 有沒有等號 不知道對不對 不知道怎麼辦呢 你重新畫個圖再想一次不就好了嗎 來 你畫個圖 你再畫個簡單的小圖 想一下嘛 這是ABC珠對不對 等於是會發生什麼情況 等於是你這個P點會跑到哪裡去 會跑到這個B點 這個Q點會跑到哪個點 C點 可是這個題目有告訴你喔 PQC珠必須是一個什麼形 是一個喔 對不起 這是你的Q點會跑到C點對不對 你的PQC珠必須是個四邊形 這個時候還是個四邊形嗎 就不是了嘛 對不對 這個時候他的形狀 就跟題目敘述的有點落差了 對吧 我再把題目仔細看一次喔 來 我們仔細再看一次 他說他必須是個四邊形 那也就是說 你這邊等號能不能成立呢 不行對吧 不行對吧 這不可以喔 你這裡等號是不能成立的喔 是要小於四 這樣OK嗎 我要自己把這個圖畫上去 懂不懂我在講什麼 考慮極端情況 這個P點跑到這裡 這個Q點跑到這裡 對吧 你的Q點跟C點 如果重疊在一起的話 你的PQC珠 這時候就不是四邊形 跟題目要求的 那個包裝起來的那個 那個情境就有點矛盾了對吧 所以你的F大於0小於四 這是你的天然限制 可是他其他的限制從哪裡來呢 從這個面積這邊來 同學你看好這邊喔 如果你這塊面積要大於等於10的話 你裁掉的這兩個直角三角形的面積 本身就要有所限制嘛 我們怎麼去算這個東西呢 我個人是這樣算的 索求 我會用整塊的正方形去扣掉 這兩塊直角三角形 上面這一塊給個代號叫做A好了 好不好 這有時候考試偷懶了 我就寫個A 代表這塊直角三角形 你要怎麼寫 你就自己評估一下好不好 這一塊叫做B 我就把A扣掉 再把B扣掉 這個面積要大於等於10 沒有錯吧 我雖然這樣寫 但你應該看懂我在寫什麼 整塊的面積是多少 16啊 不是16嗎 減掉這一塊直角三角形的面積怎麼算 底層高除2 4乘也x 除以20多塔 2x 再減掉這一塊的面積 這塊面積要算一下 這一段是x 這一段也是x 這整段是4 這一段是多塔 這是4-x 對吧 我這樣寫你沒有意見 對不對 好 這個底層高除2 哇 糟糕 這個就是1 2 再乘也x 再乘以4-x 好 這個東西要大於等於10 如果你能做到這邊這一題 你也差不多快得分了 對不對 做到這裡 你只要把x的範圍解出來 就差不多了 這個要怎麼解 欸 對不起 大於等於10 兩邊要同乘以多少 嗯 你就慢慢寫 同乘多少 同乘以2 我們來洗一下 同乘以2 這裡變32 減掉幾個x 4x 減掉這個x乘進去 這裡是4x 這裡變負x平方 大於等於20 欸沒有寫錯 仔細看一下不要寫錯 好 再整理一下 s平方 2x 減8x 這個20 翻過來 32-20 是加多少 加12 大於等於0 這個如果同學有點Q的話 這看起來就是欠什麼 這欠分解嘛 這個數字跟你配得這麼漂亮 這馬上分解 這叫x減多少 s-2乘上s減多少 減6 大於等於0 對不對 如果你令它等於Y的話 這是個開口向上的拋物線啊 它的s結局是2跟6 對不對 來這樣子 2跟6 大於在兩邊 小於在中間啊 對不對 正號區比6大 或者比2小 負號區就集中在兩根的中間 對吧 就常常講這句話嘛 大於在兩邊 小於在中間嘛 負號區就集中在兩根的中間 啊 好了 我們終於要把這題做完了 他要找大於等於0 就是比大的大或比小的小 來請問這一題 x的範圍要怎麼寫 s大於等於6 或者x怎麼樣 小於等於2 對不對 你做熟了 你就這種東西就很自然 但這題還沒完喔 這個題目最後的關鍵是什麼 來你告訴我 考試寫這答案有分嗎 寫這答案沒有分的喔 你說蛤 我不是都算出來了嗎 為什麼寫這答案沒有分 因為你這個答案還必須要跟你 一開始的什麼東西取交集 你有個天然限制在這邊對吧 這兩個範圍要取交集喔 欸 我想想看要不要寫得很詳細 好來取交集 我們寫一下取交集 初學者取交集的話 我覺得你還是畫個速限吧 我覺得啦 畫速限最保險 0到4是嗎 0到4 0 4 沒有等號 所以是空心 沒有等號 所以是空心 好 把它視覺化 就這樣出來 大於等於6 或小於等於2 6在這邊 他有等號 所以是十心 拉上去往右 小於等於2 來 2在這邊 這是十心 拉上去是往左 要同時成立的話 你覺得最後答案是哪裡 交集喔 要同時成立 這個要對 這個也要對 你告訴我 最後我們的範圍只能取哪一塊 只能取這一塊喔 只有這一塊喔 對不對 對啊 除了他以外就沒有了 最後答案要怎麼寫 注意喔 最後答案是0 小於多少 x 小於等於多少 2啊 素養題是我們現在出題的一個趨勢 大家要注意一下 看一下有個問題 你不覺得這種題目很好嗎 這種題目不錯喔 他擺明了考二次不等次嘛 但是他用個情境給你包裝寫 好不好 我們現在讓同學來做個練習 做什麼練習呢 來你把課本往後翻 你翻到227頁 227頁請你現在做基礎題的第一大題 它有四個小題 你都把它做完 做完了嗎 做了嗎 還沒做完的現在做 你現在做227頁基礎題第一題的四個小題 這些都是基本功 所謂的基本功就是你要把過程寫清楚 要完整的交代 你怎麼去解出這個不等次 好不好 四個小題都把它寫出來 227頁 227 227 我先把基本的做一做 我們的課本是建議你用拆擠合作法 好不好 好不好 那你如果對代數作法有興趣 不妨去參照我過去的網民的影片 我有用代數作法處理這些問題過 你可以交付參佐一下 有些人喜歡幾何 有些人喜歡代數 就看你個人需求 好不好 我們課本是講說 你一律切換成圖形去做 我們課本是這樣建議的 我們下午還要再建議一次面喔 我們下午還要再講高吃不等次喔 我們下午還要再講高吃不等次喔 我們下午還要再講高吃不等次喔